随着冬季到来 天气渐寒 但是仍有不少民众选择上山露营赏景 在台中市武林农场 大草原露营区的5800多个营卫 统统客满 较去年同时开放定 营卫约30分钟被并完 呈现出非常踊跃的现象 工业其实也已经开始逐渐在落叶了 此外 武林农场的一大特色 就是种着2万多棵樱花树 在春节期间将会盛开 而海边露营区在这个初冬也很抢手 在台中市大安海水浴场旁的大型露营区 由于固定是帐篷免费 吸引了不少家庭客群抢心预定 根据了解 接下来的耶诞节 及元旦假期都已经客满 采叠 吸水 大石加上温泉 除了上山露营 温泉 也成为不少民众的温暖休养之地 在高雄市石坑野溪温泉 宝来溪上游 由于吸水 今年累月冲刷 山壁形成一幅白绿黄相间的彩色壁画 美丽景色引人入胜 虽然从山底到目的地 需要行走2到3个小时的路程 不过游玩民众说在泡温泉时 可以感受到四周大自然赋予的美丽风景 沿途中的疲乏随之一扫而光 沿途中的彩色引人入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